天高云大,不断阳飞夜,不到长城,飞和汉,趋至新城二万 肖战和杨子的关系,在娱乐圈算是半公开了吧 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被提及 无论是跨年舞台上主持人,先喊肖战后叫杨子,还是大合照环节 众人心照不宣让两个人站在一起 还是一次又一次在代言中,被暗戳戳的磕CP 咱就是说这是知情呢,还是认同他们的CP感呢 但是不管咋说我们磕CP快乐就行了,有糖不吃岂不是傻 尤其是暗戳戳的糖让人更快乐 比如杨子私下观看肖战的话剧 剧组聚餐时,肖战抚摸杨子的头 杨子抵达机场是肖战的司机,去接机 杨子和肖战都有跳伞和身前的心愿 杨子的婚礼是要在老胡同骑着自行车 肖战30岁的贺岁视频 就在老胡同骑着自行车,肖战喜欢小王子 杨子身边小王子的痕迹越来越多 520当日杨子拍摄的婚纱宣传 官方配文中提及的兔子先生 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个都把人捶入坑底 而近日杨子拍摄的红袖杂志的封面图 又是一个糖出现了 正面杨子反面肖战,那么多画面放谁不好呢 偏偏是肖战,这真的不仅仅是巧合这么简单了吧 作为国民好闺女的杨子 自长大之后恋情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虽然断断续续有过几场恋情 但是如今30岁的杨子依旧单身 这样不少网友和娱乐圈 长辈开始对杨子进行催婚 明明大好年华 又合作过那么多优质男星 但是我们姊妹硬生生把大家都处得成了哥们 直到肖战的出现 让大家看到了杨子脱单的希望 肖战和杨子在合作余生前并不熟悉 可是当合作了之后 两人可是各种小情侣行为不少 高冷的战哥会紧紧跟在姊妹身后 姊妹也会为了战哥生日 去学战哥最爱的哥 摸摸头说悄悄话 双向登附什么的真的太甜了 先不说两人相遇之后的各种互动同款 相遇之前两人的巧合玄学可是也不少 你喜欢跳伞身前 好巧不巧我也喜欢 你的三十岁生日 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老胡同 我的三十岁也要如此这般 咱就是说都到了这个年龄了 该公开就公开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的懂得都懂 你们需要肖战养子在一起吗 两年在我小的时候 我最喜欢黑色白色 很少女然后很温满 年纪的增长 我看到那种粉色什么的 我超行 不得不说战哥是有点小心机的 自从出席活动之后 就几乎没和人说过话 乖乖小狗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心里却是在盘算着 怎么才能看到妹妹 这不在大合影环节 战哥快速锁定了姊妹的位置 看了好几次之后 才磨磨叽叽地走过去 这样才能 恰好遇到妹妹 只能说皇天不负有心人 对视的一瞬间 两人的颧骨都忍不住上升 可惜这次没有巨大的裙摆 不能让战哥有宣誓主权的机会 不过这男人后来采访的回答 也是耐人寻味 这么多的节目之中 唯独记得住姊妹演讲的内容 社恐当会在姊妹面前 巴巴巴说个不停 一切的一切 足以证明姊妹的特殊 要不然肖战也不会 连让助手弄头发的时间都没有了 赶紧追到姊妹身边站着 毕竟这里还有着一位情敌 童彦夫妇这次果不其然又合体了 相对于前几年的火葬场画面 肖战这次就显得大气了很多 只不过是偷偷占据了姊妹身边的位置 还在活动结束之后 主动邀请妹妹一起下台 战哥孔雀开庭的笑容 想必李线都是哭笑顾 得作为剧抛脸的样子 从出道以来和很多男演员都有过合作 李线 袁嘉伦 程毅 乔振宇 景博然 肖战 无意不是优质男青年 可这么多优秀男性 唯独只有肖战与众不同 在肖战低谷时期 杨子会第一个站出来 公开为他说话 会带着妈妈一起去看肖战的话剧 肖战喜欢小王子 在杨子的生活中 小王子的痕迹变越来越多 而一向避嫌的肖战 会陪杨子疯陪杨子闹 绘画做他的骑士 守护在他身边 在各种场合 肖战从来不会掩饰对杨子的偏爱 两人众多的巧合 更是让人说不清道不明了 大家都知道 肖战和杨子缠连了两次 微博之夜的Pin和Queen 两人在现场也是互动满满 但是这次的微博世界 很遗憾姊妹没有来 但是我们肖大勇的行为 韩子亮超足啊 但紫色的那搭紫色的外套 真的是此上心间呢 杨子看似没来又看似来了 在典礼结束后 我们肖大勇还晒出了 姊妹最爱的火锅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自己一会吧 咱就是说火锅 真的有这么吸引人吗 让我们战哥的 大肠腿走得这么快 不需要公布 私下好就行 好的爱情 就是事事又回应了 我们再请战战回答 我们的舞台中间 恩自信啊 你传在身上 这也是非常好 我们这些人 最爱心悦的主意 我们知道 我知道 战战拍照的三宝 蓝天白云光线好 你很爱拍蓝天白云 对对对对 杨子一直想要跟贾琳认识 交朋友 这不当贾琳姐来到后台的时候 战哥就引荐了两人认识 作为天秤座男生 战哥是全系男友吧 跟秦迪一桌吃饭 秦迪家的菜战哥统统甩胎 我会给他夹走 你会夹走 我会夹走 跟女友出门逛街时 女友被人索要联系方式 战哥的反应是硬刚 不敢 不敢 就面包 不要说不敢 好 每次想出坑 都被哥哥一脚踹了回去 多少有点细里细外分不清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讨论 β爱贵 还是要遇到了 最后我会见到 请不 formerly